我们每天生活和上堂都在崇基 那你有没有想过崇基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在校园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端倪的 在中国曾经有13间基督教大学 包括圣若汉大学、岭南大学、东吴大学、湖江大学 燕京大学、齐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 芝江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和华西协合大学 全部都是首屈一指的学府 例如圣若汉大学称为东方哈坟 校友都在全世界有很大的贡献 包括现代建筑大师贝元明、巴黎罗浮宫 和香港中人大厦等举世文明的建筑 都是出自他手 而东吴大学的法律学院都很出名 首位担任香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 楊铁良着士就是在这里毕业 在1949年 当时政府将所有私立大学 转为公立大学 在1952年 政府实施院系调整 将13间基督教大学 合併国内其他高等院校 加强中央集中统筹各院校的教育方针 令到当时的基督教大学 面临庭办和分拆 例如燕京大学中的工科 聘入清华 文理科聘入北大 校园则由北大继承 其他的基督教大学都有相似的遭遇 在1951年 前领南大学的校长李应林博士 就来到香港探访何明华回督 而在见面的时候 李博士都未开口 会督就说了 子之来也 始有神意存乎其间 恩如正有事 代子而决 原来会督所谓之事 就是在香港创立一所基督教大学